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默默潜行的老姐观影 本期继续追更高飞美剧《黄石之争》第二季的第九集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凯西带着人来到了贝克兄弟停飞机的仓库 将一颗炸弹放在了飞机的邮箱内 第二天一早,老达顿询问凯西事情办得怎么样 还告诉凯西这件事情开工就没有回头见 这片土地上的斗争事代如此 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在被抢夺 莫尼卡要送泰特去上学 泰特走之前对小黄马依依不舍 并和小黄马约好放学之后见 这时警察发现了小米祖父的尸体 他们怀疑这个死因很蹊跷 而且生前受到的攻击 警方通过调查找到的小米 判定祖父的死是因为被人殴打导致的中风 小米非常的气愤 他已经猜到是混混干的 他不明白 他已经交了钱 为什么还要杀死他的祖父 这当小米准备去报仇时 被刚回来的雷普拦了下来 得知来龙去脉后 雷普向安抚的小米 他可不期望自家兄弟 因为一时冲动被抓进监狱 并承诺一定帮小米解决这件事 于是就和凯西商量了一番 则是杰米收到的前女友娜娜的电话 他约杰米见面详谈 在杰米刚坐下来的时候 娜娜就怀疑那个记者的死 和杰米脱不了干系 甚至担心自己会和记者有一样的结局 因为他也知道达顿家族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娜娜便用腹中的孩子 逼迫杰米做一个选择 是为了两人的小家而活 还是为了自己的意志而活 一两蒙的杰米再次陷入了迷茫 另一边 莫尼卡正在服装店挑选衣服 因为价格太贵 就偷偷查看适合自己的价码 结果被老板娘怀疑正在偷窃东西 还让店员报了警 面对这种电影大气客的行为 莫尼卡只能寻求贝斯的帮助 由于警察先来一步 以及老板娘的指控 警察只能按照规矩 直接搜查莫尼卡的全身 结果并没有搜到东西 老板娘见状故意藏了一枚戒指 好为自己的瞎指控找借口 此时贝斯赶了过来 由于和警察是高中同学 三言两语就把警察打发了 就在莫尼卡忍着屈辱离开时 贝斯拦住了她 还把最值钱的柜台给砸了 正当贝斯准备进一步羞辱老板娘时 莫尼卡居然阻止她 只是向老板娘要一个道歉 可惜啊 这种有素质的人 在这部剧中并不适合生存 于是在走之前 贝斯告诫老板娘 要感谢你今天遇到的是 善良的莫尼卡 在酒吧闲聊时 贝斯告诉莫尼卡 凯西的三观还未梳理完全 总有一天 她会成为老达顿那样的人 如果你足够关心她 就赶紧阻止 最好带着摇摆不定的凯西 趁早离开达顿家族 因为你太善良 不适合这里 而凯西爱上你 因为她也有善良的一面 说白了 此时的凯西一旦冲动起来 就是一头恶狼 可善良起来 又会像一个小奶狗 另一边 丹尼尔来到了农场 她想为女儿要一匹马 让女儿坚强起来 老达顿笑着同意的 不远处的天空和雪山 美得好像一幅油画 丹尼尔感叹着这样的美景 在纽约永远无法见到 那里除了冰冷的高楼大厦 和嘈杂的人群 星星永远不会在那里闪烁 而她想在此地建立俱乐部 本意是想给每一个人 欣赏美景的权利 她希望老达顿 把她的俱乐部买下来 哪怕变成垃圾堆也无所谓 老达顿却说 自己没有钱 否则早就买了 虽然老达顿买不了 但她还是要阻止别人来买 她可不想引来 另一个未知的丹尼尔 俗话说 知彼知己 百战不大 晚上 莫尼卡正在看书 凯西却找借口出门办事 显然 这个借口是骗不到莫尼卡的 莫尼卡说 迟早有一天 你会受不了 想要离开这里 因为你根本不喜欢 正在做的事 雷普和小米 装好手枪后 准备和凯西一起出发 其中一个牛仔 要求和他们一起 于是四人开着车 替小米报仇去了 而老达顿正在 和泰特一起吃饭 吃完饭后 泰特还亲自喂了小黄马 为了培养感情 另一边 小米他们到了混混住的地方 将煤气关进整个屋子内 正当他们准备 悄无生气的离开时 小米却将混混揍了一顿 他不想对方在睡梦中死去 顺便带走了自己的金腰带 好在雷普及时将小米换回来 才避免的定时爆炸 获得冲击波 此时老达顿迟迟不见 喂马回来的泰特 于是就出门寻找 却发现小黄马 在外面独自游荡 而泰特却不见了踪影 老达顿立马去找莫尼卡 却同样不见泰特的影子 这个时候 凯西他们顺利而归 当得知泰特消失后 一帮人开始四处寻找 直到天亮 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最后是凯西 在大树底下 发现了泰特的鞋子 莫尼卡看到之后 趴在地上 绝望地嘶吼着 好了 这里是老姐观影 我们下周的最后一集 再见吧